诗篇七十四篇一到二十三节 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 你为何向你朝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 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的会众,就是你所熟做你产业支派的,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西安山。 求你举步去看那日久荒凉之地,仇敌在圣所中所行的一切恶事。 你的敌人在你会中吼叫,他们树了自己的棋为记号,他们好像仍扬起斧子,砍伐林中的树。 圣所中一切雕刻的,他们现在用斧子锤子打坏了,他们用火焚烧你的圣所,亵渎你名的居所,拆毁到地。 他们心里说我们要进行毁灭,他们就在遍地把神的会所都烧毁了。 我们不见我们的旗帜、标志,不再有先知,我们内中也没有人知道这灾祸要到几时呢? 神啊,敌人怒骂要到几时呢? 仇敌亵渎你的名要到永远吗? 你为何缩回你的右手,求你将从怀中生出来毁灭他们? 神自古以来为我的王,在地上施行拯救。 你曾用能力将海分开,将水中大鱼的头打破。 你曾砸碎鳄鱼的头,把它给旷野的禽兽为食物。 你曾分裂磐石,水也成了西河,你使长流的江河干了。 白昼属你,黑夜也属你,亮光和日头是你所预备的。 地和一切江界是你所立的,夏天和冬天是你所定的。 耶和华啊,敌人辱骂,鱼丸民亵渎了你的名,求你纪念这事。 不要将你斑鱼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 求你顾念所立的冤,因为地上配岸之处都买了强暴的居所。 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重罚的人赞美你的名。 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冤,要纪念于完人怎样终日辱骂你。 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 诗篇七十五篇一到十节,神啊,我们称谢你,我们称谢你,因为你的名相近,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 我到了锁定的日期,地暗正直施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我成立了地的柱子。 我对狂恶人说,不要行事狂傲,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不要把你们的脚高举,不要挺着景象说话。 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地。 他使这人降碑,使那人升高。 耶和华手里有碑,其中的酒起磨,碑内满了掺杂的酒。 他道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子,并且喝尽。 我要宣扬直到永远,我要歌颂雅各的神。 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唯有一人的脚,必被高举。 MING PAO CAN PAO CAN PAO CAN PAO TORONTO